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《从听书到看书》。 今天跟大家讲一本旧书, 是以前暑期宫时老板送给我的《富爸爸,穷爸爸》, 书翻译了51种语言的版本,在全球销售超过4000万册。 早年我提到有20周年的版本,所以又重新买一本来看。 《富爸爸,穷爸爸》的作者罗伯特·清奇在前言中说:"我有两个爸爸, 一个富,一个穷,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,聪明绝顶,有博士的光环, 而另一个连国中二年级都未读完。 有一位就终其一生都在个人财务的问题来沼中挣扎, 而另一位爸爸就成为了夏威夷最富有的人之一。 由于两位爸爸一直给他的建议都是对立的, 所以他就发现穷人和富人观念的对比和选择。 今天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提书时挖低的重点。 金钱的问题很少是透过更多的钱来解决,而智慧才能解决问题。 恐惧是造成多数人打安全牌的原因,在任何领域都可以见到。 聪明的人是会僱用比起他更聪明的人。 最重要的规则是弄清楚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别, 集中火力去买能带来收入的资产, 同时还要注意降低你的负债和支出。 财富就是能支持一个人生存多长时间的能力。 或者说,如果今天你停止了工作,你还可以生存多久呢? 只要保持支出少于资产产生的现金流, 那就会越来越有钱了。 真正的资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, 不需要自己到现场就可以运作的公司、股票、债券、 产生收入的房地产、借据、智慧财产的版税。 任何其他有价值,可以产生收入或者可能增值, 并且有好好市场流通性的东西。 今次不是真实的资产,它只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。 我们唯一最重要的资产是我们的头脑。 我们要接纳变化,而不是担心变化。 在学校里,我们会被交道,错误是件坏事, 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惩罚。 然而,如果你看过往人类学习的方法, 就会明白人类其实是在犯错过程中学习。 作者说,有时我会将投资看成是网球比赛, 卖力地打出去。 犯了错误,然后糾正, 再犯更多错误,然后再糾正。 实力就开始提高了。 如果我输掉了比赛, 我会走向球网和对手握手, 然后笑着和他说, 下周六我们继续吧。 从长远来看, 并且教育比起金钱更加有价值。 最重要的专门技能是销售和市场行销。 销售纪录是个人成功的基本技能, 涉及和他人交流, 包括客户、 顾院、老板、配偶和孩子的来往。 而交制能力, 例如书面表达、 口头表达和谈判的能力等等, 对一个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。 和更精明的人一起工作, 并将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团队。 有关傅爸爸、穷爸爸的书中重点, 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里。 接着想说一些有关这本书的事和我的看法。 首先我需要说明一件事,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, 傅爸爸其实是去扣的。 作者是出书很多年后, 曾经在雜誌专访中说过, 难道哈利波特又是真的吗? 为什么不可以让傅爸爸成为一个传说的故事, 就好像哈利波特一样? 而有趣的是, 作者在出《傅爸爸、穷爸爸》这本书之前, 并不富有, 所以亦可说它是用了自己的方法, 将自己变成了傅爸爸。 你可以因为书的去扣, 而质疑书中的内容是否有用, 但它拥有变钱的能力, 这件事就无容置疑。 总括而言, 我认为这本书有它的抄考价值, 但就有如我们看每一本书都一样, 不要将任何书当作天书看, 一起继续讨论、反对、质疑。 就有如书中说, 犯了错误,然后糾正, 再犯更多错误,然后再糾正, 实力就是这样开始提高。 最后,我有一件提外话的事, 我个人是特别偏好很多年前书的字质。 除了因为放了很长时间, 它的味道之外, 质地都不像现在的书那么滑身, 它会有书味。 那书味是小时候看《卫斯利》和《金融小说》的时候, 常常都会闻到, 时间一内它会有少少暗黄和书香味, 但如今所有载版都不会有那种字质, 让我有些怀念过去。 从听书到看书, 推介书籍, 富爸爸、穷爸爸, 作者罗伯特清奇, 由高宝出版。